作为华人最喜欢吃的传统早餐之一 油条的口感松脆有嚼劲 不少人都喜欢用汤来搭配一碗热粥 或是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 您现在看的这支视频将会在10分钟内 让你了解到整个炸油条的制作过程 喜欢旅游或是美食资讯的你 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早上4点50分左右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做油杂柜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那些所需要的面粉了 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做油杂柜的地方 我们马上开始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臭粉 首先我们要将适量的臭粉 盐发粉加入面粉当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水分 将面团搅拌均匀 详细的食材分量 大家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打完全部啊 是体肌啊 打上来一点 这一切太大便 现在可以 吃了一切 现在可以 这是 这个 这个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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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反复的搓揉面团 直到表面光滑融软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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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反他啦,不要反他啦 按一样的地方 要转 你没连转 不是 哦,我会这样子 不够粉,不够粉 不是不够粉,是那个问题 不是,不要,不要 不够粉 不是不够粉,是那个问题 不是,不要,不要 然后这个再转 然后再转 然后再转 转,转,转,转 哦,不快了的 然后将这些面团放在室温内 等待发酵一个小时左右 没有 准备 要拍吗 一转 哦,你放头一转 哦,你放头一转啊 嗯 等下,它更暖 等下,你来看看 等下,你来看看 好了啊 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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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5点多了 哦,6点多了 哦,几点多了 哦,几点多了 这个是那个 有炸灰要等待发酵 一个小时 等待会儿 等待会儿 你能做其他事情 然后可以再啊 这样 等一下啊 还要拉长啊 眼前这个大过我手掌的面团 其实可以制作出大约20个油条 因为发酵过后啊 我们还需要将这个面团拉长 然后切成一片片 之后再将两片切好的面条 重叠在一起 再使用筷子 在上面轻轻的压一下 捏紧两段后 扯成原本长度的一倍 再把这些面条放入油锅 迅速的使用筷子翻滚油条 直到油条的表面呈现金黄色 就可以取出来了 来跟我们讲一下 炸这个油条规 需要什么技巧呢 你要会用你的筷子 因为这个筷子是特别长的 筷子 然后 要烦哦 要耐热哦 要你耐热 然后你是想你耐热 还是你在耐热 蛤 两个都要耐热 准备 作为长条形的中空油炸食品 油条也被称为油炸柜 油炸鬼 那为什么是油炸鬼呢 其实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古时代啊 中国的民族英雄岳飞 被一名叫做秦贵的男子和他的妻子 失忌陷害 遮怒了所有人 最后 极度痛恨这对夫妇的民众啊 就将他们想象成面团 然后拿去炸 说到这里啊 大家是否可以联想到 为什么每次购买油炸柜的时候 都是两条的吗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影片后方还有精彩的幕后话序 也急着走开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Matthew� Harmony 杨双1个 奪计完了 中间 中间扎1个 1个 1个 一下就OK啊 不然 慢有點 你要乖? 我们来 nobody 可以慢慢浪贴一个 你拉高一点 不要丢下去 荒 打 也驼 这样 让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 让我们 没有位置啊 要等一下 嗯 为什么不要转切多一个位置 没有,我是说你越切越快 然后你没有跟standard standard啊 没有standard呢 你转这边 你转这边,要不然我拍啊 你的最后 哪里,转哪里 哈哈哈哈 又甜又咸 这个是咸的吗 你吃,你吃,你吃看 好,你一口 好 好,好 好 这是要吃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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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